牛先生手里的就是从店里买的药 一个透明小袋子里装着七粒丸子 牛先生说当时一共买了十袋 吃了一袋 就是促进血液循环 你吃完有这个效果吗 没有感觉我也不敢吃 就是因为这个药越看越不对劲 也不敢吃 所以呢就想着这个看看这里面到底是啥情况 十袋小丸子加上拔罐的钱 牛先生一共支付了898元 记者现场拆开一袋闻了闻 有股类似中草药的味道 之前我也问过这个药店的 他们说这种药市面上都没有存在的这种的 全部都是药厂或者是药店 经过合规合法的去制作的 没有说像直接当着你的面 拿着手拖出来一个丸子 都不是技工这些 如果是技工吧 它可以能拖出来 怎么个吃法 一天两袋 然后一天两袋这个 对 14克 我记得应该是一天两袋 因为他当时跟我说的是一个疗程 一个疗程是五天吧应该是 找到湖州双林镇上的苗妹礼疗店 店面不大 架子上摆着不少罐子 你这个 还有这种药 当时他说你给他买了一个疗程的是吧 这个是一块疗程的 这个药是你们店里自己做的吗 你现在是有反应是什么 是不是 现在我想问你这个药 它是做什么用的 然后这个药是谁做的 这个是草药加工的 草药加工的 是你加工的还是别人加工的 我这个是他们拿过来 我不知道 我不是老板的 你不是老板 对 那当时是您坐在这 您给我拔的罐 然后全程都是您 不是不是 那个你抓 您先把我的收拾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你看你看这样 当时你应该装的就是这个东西 牛先生在店里找到了相似的小丸子 对于他的疑问 店员没有正面回复 能卖吗 你们有没有那个取得这个受药的资质啊 我这个我不知道 还有这种药 这种药又是指啥的 嗯 我这个我都跟你说我不知道 我不是老板 那你们老板在哪 老板没在这里现在 然后 电话一会 所以你跟他咱们打电话 我没有了 那你们 现在你假如不看了 都打过了 都那个 钱都换给你了 只有这样 只有这样了 如果你们不要我开 可以不开 什么开不开 怎么 这个店 如果你们不要我开 也是这样了 营业执照有吗 没有营业执照 记者反映给了湖州市南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工作人员表示 牛先生反映的情况 属地工商所已经受理 很快会安排人去店里检查 188黄剑 借着湖州报道